社交媒体最近流传一则铁文指 全国警察总长拿杜斯里阿克里沙尼 呼吁民众线上举报煽动反疫苗人士 警方今天郑重表明这是假消息 武器阿曼企业及通讯组警官斯干达古鲁 发表文告促请民众不要继续转发这个假消息 他指出造谣者发布的假消息中附带的网页链接是真的 但这是警方在几个特定地区 为民众提供的线上报案试点项目 这项目这项报案服务仅限于不涉及刑事 或是不需要跟进调查的案件 警方提醒民众不要轻易相信未经证实的网络资讯 有任何疑问可以到大马警察官方脸书 或是其他警方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询问